加沙地带乌漏偏逢连夜雨 饥寒交迫的难民营中 爆发小儿麻痹确诊病例 第一批疫苗已经运抵当地 家长冒着空袭风险 带着年幼的孩童到重灾区 汉尤尼斯的医院接种疫苗 按照联合国的接种时间表 当地九成儿童必须在一个月内 接种两剂疫苗 在狭小的加沙走廊 有64万名儿童排队轮后 医院也只能在每天8小时的停火空档 为儿童接种疫苗 要达成九成疫苗覆盖率的目标 恐怕遥遥无期 加沙地带25年来 首次出现小儿麻痹症病例 这个高传染性的病毒 主要影响5岁以下儿童 一旦感染就会导致不可逆的瘫痪 甚至死亡 无法治疗 只能靠疫苗预防 世卫组织团队从星期六开始 启动大型接种计划 地点就在空袭密集的汉尤尼斯 以色列同意开启为期 至少三天的人道停火 但所谓停火 也不过是每天早上六点到下午三点 一共八个小时 联合国呼吁加沙地带的家长 争分夺秒 尽快将孩子带到医院施打疫苗 国际组织上个星期确认 至少有一名婴儿感染小儿麻痹病毒而瘫痪 还没满一岁的小男孩拉慢 还没学会步行 就已经确认这一辈子再也站不起来了 二号震惊加沙地带 家长都担心不幸会落在自家小孩 国际组织快马加鞭将更多疫苗输入加沙 目标是为当地六十四万名十岁以下儿童 提供新型口服小儿麻痹症二型疫苗 我们现在在中央冰组织 我们已经接受了1.2亿疫苗的疫苗 纽约400万疫苗的疫苗 这些疫苗已经在冰织组织 接种了第一剂疫苗的孩童 必须等待四个星期后再接种第二剂疫苗 才能有效预防小儿麻痹症 事实上想要有效防止小儿麻痹症病毒传播 疫苗接种率需要覆盖95%的目标族群 只不过大规模接种疫苗已经是难事 要医护人员在空袭不断战火不休的战区 加强疫苗覆盖率更是举步维艰 感谢观看